哈喽,大家盘晚好 那么今天要讲一家公司啦 之前也是很多人comment叫我去讲它 问我讲看啊,有什么看法 未来展望等等等等 那么好,因为今天这一家公司的 这个volume成交量也是挺高一下啦 不过股价方面是比较没有什么波动咯 最近,当然这家公司就是 MyEG Services Berhad 它的code是一个MyEG啦 最近这家公司其实它在快四左右吧 它在快四左右一定有一小段的一个时间了啦 就是大概在这个价位左右徘徊 那么好,其实这家公司MyEG 当然它是从去年暴跌啦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在去年三月的时候 一度去到2.9元 OK,你没有听错啊 去年三月MyEG其实是至2.9元的一家公司 不过啊,不过啊,种种原因啦 当然换政府是一个你可以看到去年啊 5月份换了政府之后啊,它的股价就一度暴跌啦 从一个啊,2块多的一个水平就直接跌咯 跌到啊,快多啊,那么很夸张 其实在去年 其实在去年啊,它一度跌破到一个8毛钱左右哦 MyEG,所以你如果是在8毛左右烧它的话 hold到现在啊,其实你已经有了一个啊,非常好的回酬咯 几十八仙的一个回酬了 那么当然今天它是收在啊,1块4毛4 那么其实一年来它其实跌了不少啦 你如果从去年的3月2.9元啊 OK,刚才来有一点问题啊 听得到了啊,现在又继续了啊 最近这个Unify啊,我用住100MAT的 也是有时候也是不但stable一下咯 不懂是不是 啊,不懂是不是这个area的这个Unify 越多人啊,subscribe的话 它的线路会受影响啦 so真的啦,TM 真的要拜托我们的TM的公司啦 啊,尽量outgrade你们的Unify的一个quality 跟它的啊,品质咯,真的啦 不然我们啊,我们每个月还了啊 百多块的一个啊,配套啊 真的要物有所知啦 不要一直啊,断线啊 又啊,disconnect然后reconnect这样子 真的很不好啦,真的TM 希望啊,你们能够改进你们的啊 Unify的这个quality 好,那么讲回MIEG啊 当然这一年下来它是跌啦 它跌了差不多一个50%咯 从2块9跌到一个1块4毛4 那么当然啊,之前你会看到一些人 他BuyCore啦 当然啊,其实MIEG 你如果是在8毛9毛那时候 买是比较漂亮啦 那么当然现在它是从底部 8毛起回来了咯 起到一个1块4毛多的一个水平 so它现在的价位坦白讲 你讲很贵是没有啦 你要讲很便宜啊 也是没有咯 1块4毛多的一个价位 那么市值来讲,market cap啊 其实MIEG也不小 它的市值是一个52亿 它算是中等的一家公司了 ROE有一个12% 所以这家公司其实它的赚钱能力是有的啦 你也是可以看到 当然它这四个季度YOY是下跌啦 它的profit当然不是讲爆跌的那一种 只是有一些回调啦 它的profit下来是因为啊 可能它的一些expenses方面弄到啦 so当然它的profit不是跌很多啦 只是有稍微跌一点下来 那么基本上它整盘的生意啦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它的revenue 甚至还有一点点的增长 so它的业务基本上算是比较稳健啦 这家公司啊 MIEG它是ROE有一个12% profit margin也是有一个16%啦 也不会太低 然后是讲它现在已经是一家net cash的公司了 我去查看一下 因为讲真MIEG 其实它之前都不是net cash了 这家公司它的现金流 我可以讲真的是很好 MIEG 它的operating cash flow啊 都是稳稳有一大笔钱进来啦 那么当然 因为它是做digital service的嘛 数码服务的 它现在就已经是一家net cash的公司了 手上的cash蛮多啦 1.4亿的一个现金 所以这就不难解释了啦 为什么 其实在去年啦 去年尤其是年底的那个时间啊 其实MIEG大买特买 他们做了非常多的company share buyback 你可以看到它一天买的量啊 可以是100万200万那种非常的惊人 它真的花掉了蛮多的钱去做share buyback啦 恭喜它 它做share buyback是对的啦 因为它在很低的时候做share buyback 大概是八毛九毛一块块一 甚至快二左右啦 它都有做share buyback啦 那么当然现在已经起到快四多了 如果它公司选择要出票啊 要卖掉它的treasery share 其实它是赚钱的 OK 你可以看到它的management 其实做对了啦 就是在它股价比较低的时候 他们去做share buyback 然后未来我不懂 也许他们要等到未来 取回啊 两块八两块九的时候才出票啊 也是有这个可能啦 OK 好 当然刚才讲 它是yoy四个季度跌下来嘛 net profit so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啦 是讲它的股价不能够突破 讲到快七啊 快八这样子 它就大概 它就大概stare到快四左右 这个价位也是一段时间了啦 OK my easy 那么当然展望未来啦 肯定它的未来啊 我相信是不错啦 OK 因为他们是讲 他们现在是要专注海外的扩张嘛 oversea ventures 要专注海外的一些扩张 他们想啊 这样子的话 它有一个所谓的organic growth啦 就是讲 它如果公司的profit有成长的话 并不是讲 它去做收购的一种成长 而是由它内部慢慢做大 它的生意 就是organic的成长咯 所以其实这种成长是最好的成长啦 而不是那种并吞公司 所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增长 因为讲真 你如果你去收购其他公司啦 你首先是讲 你要把你所收购的对象啊 整合做consolidate 进你现在公司 assisting的operation啊 这是要花一段时间的 然后啊 也不是免费的咯 当你把收购的公司 整合进你公司assisting的业务啊 你可能要花一笔钱 有很多麻烦的事情要去做啦 so当然如果能够 一间公司 如果能够organic growth 那个是最好不过了啦 OK 那么我们来看 它的最新的这个quaterly report啦 基本上当然 其实它的QOQ是有进步 就是跟上个季度来比啦 OK first quarter来比 它是有进步的 你可以看到啊 它的revenue收入啦 有进步了一个4.74% 啊 从去年的1.1623亿增长到1.2174亿咯 收入是增长了 是因为它讲 其实是好现象啦 因为它这个收入增长 是它做生意那边啊 来到的得到的这个收入增长 主要是因为 啊 它provide的那些services都有增加咯 就是讲 它们做的services已经做多了啦 更多这个demand 比方讲它的financial services 它的sell of 它的tax monitoring system啊 这些啊 都有增加咯 再加上它有一个cut beast的一个group啊 啊 应该是联营公司啦 那一间 它的contribution啊 也是有增加咯 所以这种种生意 当然这间公司啊 cut beast group啊 它们主要是做payment solution的 就是做一些支付的一些方案啊 也是IT啊 转件有关系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financial 它卖的tax的system啦 跟这个cut beast的集团的贡献啊 就造成了它的收入啊 增加 那么当然啊 展望未来啊 它的management是讲啦 他们肯定本地方面政府 因为你懂啊 其实myeg它有一部分 也是做政府的contract 那么当然主要是做 e-government 就是电子政府啦 网上online的一些web的一些services啦 它是做这方面的 那么它是讲 肯定在未来 他们会继续的roll out啦 就是这样推出更多 这个e-government 这个电子政府的一些service咯 然后刚才讲 他们是要国外扩张啦 主要是三个地点啊 他们要扩张 就是菲律宾 孟加啦 Brangardash 跟那个Indonesia 印尼啦 这三个国家 他们要打进去它的市场 那么好在是讲啦 其实因为他们是做digital service的嘛 就是讲政府其实有给他们tax这个incentive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tax rate 跟其他同行来比是比较低啦 OK 它的tax rate会比较低咯 因为他们有政府的tax incentive 当然这是利好啦 如果你公司的tax rate如果低的话 你每年熬的税就不用熬这样多咯 然后你的profit就会比较多到最后啦 那么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讲 其实之前我们是跑GST嘛 马来西亚吧 就是后来新政府上台就是 废除掉GST 再推那个SST啦 so他是讲之前 其实MyEG这家公司 他已经开发了一个GST的tax的system啦 后来就是因为派不上用场嘛 so他就做了一个impairment 他就把他这个GST system 他开发的做了一个impairment so这个system 因为之前他们也花掉不少钱啦 去做这个system 那么他做了impairment 简直之后就当然book value是没有了啦 so那么他们是讲不排除未来 他们会做一个modification啦 就是之前GST的system 他们做一些修改咯 因为他们是讲其实在外国啦 maybe Philippines啊 他们家啦还是印尼哈 其实他们都有这个啊 也是一个tax的一个system啦 类似GST的一种系统 so他们是讲只要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卖到国外了啦 当然啊如果他成功卖到国外肯定啊赚钱了 so这种种就是卖EG的一些重点啦 so你可以看到当然 啊基本面来看他其实是有进步了啦 ROE有一个12%不一定 啊 profit margin也挺高了 啊16%再加上他现在已经是net cash的一家公司 手上的线钱有一点失忆 当然业绩方面是他啊股价不能突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啦 ok 不过未来是讲啊如果他真的成功啊 打进这三个国家啊 菲律宾 孟加兰跟印尼来讲我相信啦 因为啊其实MyEG这家公司也是有不错的track record啦 就是讲过去几年啊他真的交出了啊 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喔 过去几年你可以看到 so我相信是讲他未来啊如果没有出什么意外的话啦 他应该可以通过在国外的业务的增长 而把他公司啊增长上来咯 这是啊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 啊再加上他现在其实还享有 这个tax incentive啦 就是他有一个啊税务邮会 so现在基本啊来看他的tax rate其实还是比较低的 so啊这种种啦都是他的一个啊他的强点 所总的来讲啊这家公司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公司 啊当然股息方面他不是给的太多啦 他有给一点股息吧我相信是讲 当然你买这家公司的话主要是靠他的股价增长嘛 那么当然给他一点时间啦 我相信啊放长远来看啊这家公司起回到他过去2.8 2.9啊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啦只是时间上你需要等的啦 ok你需要等的 so我相信这家公司啊长期应该不错咯是值得买进的一家公司 不过你如果希望短期股价炒上来我觉得会比较难啦 ok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啊 啊 国东干 SS2 呃 Dekom Jin Patrick ichie Chin Ju Ande Wii Kuin So 啊 richie kin yes 啊 大家晚上好啊已经7点多了 好时间关系我们暂且聊到这边咯 啊明晚我们再继续 那么最后大家不要忘记当你看着听着想着这个video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video like跟share出去 以便让更多人能够受惠 最后也谢谢大家的时间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